哈喽大家好我是金老鞋 前段时间我解说过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当时我的总结是 这就是一部一对狗男女破坏别人的婚姻 然后携手狗呆的故事 可以说是感动自己恶心别人的典范了 前段时间我的一个朋友送我一张电影票 我一看这名字下一任前任 慌不及我以为自己是个文盲 根本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但是等我进了电影院之后 珍藏电影我在想到底该怎么打这个朋友 所以没错今天给大家来的 就是矫情而堪比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得渣男渣女洗白几只下任前任 我们的女主曾爱姐从小在爷爷的带领下 成为了方圆百里知名的神棍 结果父母离了婚 他爸就抛弃了母女俩走了 曾爱姐非常伤心 就觉得自己天天外的神仙 居然不管父母的幸福让他们离婚 丘比特一看 Oh shit 妈的fuck 我真想的是西方爱情神 你在这给我上香 还想让我保佑你妈 你让旁边的猪八戒怎么看 结果这样曾爱姐遇到了诅咒 说是她永远无法遇到真爱 一专业20年过去了 我们女主曾爱姐已经成为了一个心灵鸡汤专业户 每天从网上搬运各种直相矛盾的爱情观 主要教同事们如何有当有利 结果在办公室里 她突然看到了自己的出现情人 曾爱姐这一看 立刻激发了自己体内的绿茶细胞 她当下班之后见到男朋友 就跟她说自己的爱情往事 原来在年轻的时候 曾爱姐在排球场看人打球 结果被初恋哥用排球抱头 要说就这么神奇 她突然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觉得曾爱哥填补了自己的空白 然后就爱上了她 这跟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里一样 男主他老妈跑路 结果被女主陷害 导致头皮受了重创 然后在这一瞬间爱上了女主 感觉你们俩其实就缺少毒打 我的剧情 这个绿哥在这听女友讲情史 那是听得津津有味 谁知道下一秒 曾爱姐就跟她分了手 还说什么 其实我没有那么爱你 这几年我们拥抱接吻上床同居 但我只是把你当备胎 我现在就寻找真爱了 靠腰神经病 结果第二天 因为女主上班 她处理工作基本靠片 所以就被开除了 要说还是这么巧 在大门口她突然看到了初恋歌 此时在大厅里 一群黄毛突然开始跳舞 就在我以为这理发店搞出销的时候 万万没想到这居然是一场求爱舞蹈 女主见到自然又是非常伤心 追求真爱从入门到放弃 那绿哥也做错了什么呢 结果这样她立刻忘记 之前说的什么去寻找真爱 所以才分手的事了 转头就用闺蜜开发的乡亲网站 跟人在网上激情聊天 反正对女主来说 什么真爱不真爱的 在我劈腿之心 你永远不知道谁是我的真爱 这就是与薛定恶的猫齐名的 真爱姐的A字马 结果这样很快 真爱姐就遇到了我们的火车哥 前者一看 这火车哥跟自己的理念一样 也是那种希望找到真爱的人 于是两人就很快听了一勾地火 结果这一天女主意外发现 这火车哥居然是已婚 她那一看女主来心思问罪 立刻拿出了离婚写也书 说自己跟她在一起的那天 感觉自己找到了真爱 所以已经想好要离婚了 结果这样没过多久 火车哥的前妻找上门来 说什么你这样对得起我吗 如果你想弥补我的话 请千万记得要跟火车哥结婚哟 真爱姐听 我靠 你听你这说的是人话吗 我脸都生出来准备挨打了 谁知道你竟然跟我抹防晒霜 结果这样真爱姐跟火车哥很快结了婚 一转一年过去了 在办公室里真爱姐突然发现 还在火车哥居然出轨 这时候她才发现 火车哥居然发明了另一个 与薛定娥的猫齐迷的定律 在我出轨之前 你永远不知道我走的是哪条道 简称火车哥的铁轨 一个为真爱劈腿 一个为真爱出轨 你以为你是我的真爱 不好意思 你就是个临时站台 就这样两人就是分道扬镳 在回家疗养的这段时间 再加找到了自己的父亲 发现她虽然当初过了真爱 选择抛弃弃子 但是现在组建了新的家庭 获得很幸福 她立刻释然了 虽然我的父亲搞外遇 我的丈夫也搞外遇 但是他们找到了真爱 所以我就选择原谅他们 然后鼓起勇气再次去寻找真爱吧 真的 能懂这些样的一种 总结出这种乐观经验 不过觉得女主 估计出门被车撞 都会觉得这简直是上天赐福 结果这样没过几天 在相亲的时候女主发现 这个人竟然就是初恋哥 不仅如此 这个初恋哥孩子都非常喜欢她 但是因为各种强行误会 所以才没在一起 她立刻忘记自己结婚三年的真爱 宣传要跟人家在一起了 这些天在房顶上 初恋哥告诉真爱姐 闭上眼睛我给你个惊喜 然而睁开眼睛后 初恋哥说 这世界上最珍贵的是时间 说要我送了20秒给你 真的 你要是帮人闭上眼睛 人家能节约20秒你信吗 女主就说20秒可以做什么嘞 初恋哥说 20秒的时间我可以做5次 那个俯卧城 说了俩人就舌纹在一起 然而好景不长 初恋哥要出国去工作 曾爱姐就说 你知道吗 劈腿的关键是距离 没过到这里的距离 你才能劈几个岔呢 果不其然 在初恋哥走后 曾爱姐就在倒数20秒 反正20秒内你不在 那我就一只马 好在初恋哥提前赶了回来 俩人就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在影片最后 女主突然发现 还我的闺蜜怎么不见了呢 后来想一想才知道 原来从小到大 那个一直支持她的闺蜜 竟然就是传宗的丘比特爱神 两个人非常淡定的接受了这个神话设定 反正在我看来 那到底有没有爱神我不知道 那精神分裂这个女主肯定是有的 二面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这部电子 我不得不感慨 这其实就是一副渣男渣女洗白剂 只要是为了真爱 什么抛弃气质 或内出轨 全部都能原谅 至于你是不是我的真爱 取决一 我想不想出轨 只要我想出轨 不好意思 我跟你在一起都是勉强 这部电子 宣扬到所谓 为奋不顾身 情的内核根本不是为真爱宁缺物烂 而是皮特真爱的幌子 为放纵里的宁烂物缺席 求求这些导演放过真爱吧 好的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提到转发评论点赞推薦里面收藏 也可以远离扎人扎女 当然喜欢不要愿点关注 更多一次结束一起搞笑图上 都在老鞋说定 我是你的老鞋 我们下期再见